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欢迎回到主编点新闻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那今天上两段呢 我们关注过的就是 马哈迪还有安华的一些动向之后呢 我想很多人的心目当中 马上就浮现了第三个人 我们同样也要高度关注的 就是阿兹敏 那我们看到呢 阿兹敏呢 当然就是前公正党的熟理主席 那他就在今天早上呢 就在他的脸书宣布 他带了十位国会议员呢 就是退党 现在就成为了独立议员呢 那他今天呢 跟着他的这个阵营的十名国会议员呢 是包括了四位部长 一位副部长 还有一位国会下议院的副议长 那要问一下蓝主编 接下来你认为 阿兹敏想要做什么 他现在想要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找一个屋子 或者找一个党能够收留他 因为这十一个人呢 不能够 或者是不太适合 永远都是以独立人士的情况出现 如果他们想要继续当官的话 那么他们就需要一个platform 一个平台 而这个平台呢 之前穿了很久 就是民政党 不过最新 不是最新 就是截至目前为止呢 民政党的说法是 还没有收到这些人的入党表格 不过 有没有收到入党表格 其实不重要 如果现在没有收到的话 下一秒可能会收到 那么整体的发展的趋势来看呢 他会选择一个相对开明 或者是相对多元的政党 成为他的这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因为如果你选一个太过 种族色彩太过浓的 比如说土团党啊 或者是其他马来人的这个政党 或者是义党的话呢 那么其实对于这些过去509 支持他的选民来讲的话呢 会让他们觉得说 这一般的这些政治人物 你们就是亲啊 所以下一次大选 你们休想 我把票投给你 所以他会选一个相对形象 比较中庸 或者是比较正面的一个政党 来让他们有一个安身立命 让他们重新出发的一个地方 对 所以这一个呢 可能就是阿兹米 接下来的一些想法跟举动 那当然呢 我们从昨天开始一直到现在呢 很多人也在讨论的一个点就是 随着土团党呢 宣布退出西蒙之后 蓝主编 其实西蒙现在算是瓦解了吗 他已经瓦解了 因为土团党已经退出 他情况就像2015年 当一党单方面宣布 退出这个西 不是西王里面 那个时候叫做明年 那个时候叫明年 明年之后呢 那个整个明年就算瓦解了 那么现在瓦解之后呢 根据林冠英今天中午的这个声明 他讲说 西蒙主席理事会今晚还要开会 那么我在想 如果西蒙都已经瓦解了 而且西蒙的主席是马哈迪 马哈迪是因为 他是土团党主席的身份 才担任西蒙主席理事会的 这个主席人 现在这个号主席已经不在了 那么这个会议该由谁来主持呢 或者是今晚的那个会议呢 是巴卡丹 的这个 不是巴卡丹 巴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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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新巴卡丹 的一个会议 就是三党开会 而这个三党是不包括土团党的 是没错 所以接下来同样的 我们也要持续一起来关注 再来另外一个问题呢 也是很多人在意的 现在我们的首相已经辞职了嘛 那很多人都说呢 接下来呢 就是由我们的副首相旺阿兹沙成为代首相 那很多人的疑惑就是 那旺阿兹沙是需要到皇宫去宣誓吗 那作为代首相 旺姐有没有组成内阁的权力呢 其实在马来西亚的联邦宪法底下呢 其实并没有一条文或者是条例说 有副首相的这个职位 所以副首相这个职位呢 其实在联邦宪法是没有出现的 联邦宪法有的是首相 以及这个部长 那么国家元首呢 是根据下议院获得最多数议员支持的人 委任他成为首相 然后再由这名首相来组织他的内阁 那么现在敦马已经不是首相了 所以按照政治的传统 以及政治的这个惯例呢 内阁已经算是解散的 因为委任你的人都已经迟了 那么在道义上 在政治上 你应该不能够继续执行公务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有一名部长宣布已经辞职 应该是两位 应该是两名了 两名都是陈姓党 一名是卫生部长 卫生部 另外一名是农业部长 那么其他的部长呢 都静静都还没有其他相关的这个动作 那么回到刚才佩玲的你那道问题呢 就是妄解他能不能够自动 automatic的就从副首相成为带首相 答案是不能的 因为马来西亚没有这方面的这个传统 那么如今这个力求呢 是在国家元首的这个手上 那么元首呢将根据他的这一个判断 来决定谁能够获得国会下院最多议员支持 然后委任他成为首相 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做法 第二个做法呢 就是国家元首认为说 这个东西我们交回给国会 就是交由222名下议院的这个议员来决定 所以3月9号的国会呢 可能会提早开 如果元首认为说有这个必要的话呢 那么其实他可以要求下议院说 你们尽早开会尽快的解决 现在没有首相的这种情况 而不是说副首相自动的成为首相 好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快速的要请蓝主编来给我们解惑一下 那你认为这整件事情 从昨天到现在 谁是背后的操盘手 到目前为止 谁尽尽谁没有出身 那个人的这一个怀疑性就是最大 那么我觉得说 从过去24或者48小时的 事态发展来看呢 首相 前首相 马哈迪的这个操盘能力 是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 从原本的221 以为他大局在握了 说你们要我辞职 我就偏偏不辞 我说了算 但是不到48小时 突然之间 好你们要我辞职 我就辞职了 但是他辞职之后呢 突然之间过去想要他提早交棒的行动党跟工作 突然之间说 诶诶诶对嘛 请你不要走 我们需要你 因为你是一名有原则的 你是不愿意跟这些 贪腐 的这个政 的这个政党合作的 所以你是应该要继续成为首相 所以简单来讲说 下一任的首相 很可能 还是多嘛 就是478 或者是479 哇 ok 所以我们接下来 就要静观起变 看一下这个预测 到底准不准了 当然更多的一些相关消息 也要请你持续留守 在主编点新闻 谢谢志峰 明天同样时间 一起听懂更多